我是周俊輝 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藝術家 其實我一直都有一個假想 就是我想未來的觀眾 未來的觀眾會看到些甚麼 我們今時今刻會發生的事情 我現在畫了畫布上面 但我覺得有朝一日我們是放下了 所以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 這批畫可以留給未來的觀眾 講起政治和藝術 對我來說是很矛盾的 因為我一向都覺得 我不是很想將政治放進作品裏面 但在現在來說我會覺得既然你的心 其實一直都被某些事件牽掛著 你便很直接把你所想的東西 你所纏繞著你的思維的東西 就直接放在作品上面 你有些甚麼要說或者很自然要流露的 就在作品上面表達吧 在這場運動裏面有很多人都會很敏感 他們很怕會被人辨認到他們自己的身份 去捕捉他們的狀態的時候 我就會由一個背面來描寫他們 就變成大家都不會認得到他們是哪一個 我想我這次想捕捉的 並非一個新聞記者想捕捉的畫面 即使在同一個場景 如果作為一個新聞記者 他很可能會捕捉最前線的防暴警察 一致排開和示威者中間的防線衝突 但是我捕捉的時候 很可能是看著防線後面的一班人 所以我捕捉的時候 就會捕捉這些側面的場景 小的作品 我反而畫了一些比較暴力 比較火光紅紅的畫面 其實是一種濃縮 即是說 我們很可能很自然想著 將一些大的畫面畫在大的畫幅 但我偏偏將最大最暴力的畫面 放在小的畫幅裡面 10cm x 10cm 反而我想將一些比較和理非 比較平和的畫面放大來畫 這批畫是更加多情緒在裡面 更加多躁動在裡面 但這次是直接的 有很多我自己的參與 有很多我自己的在場的感覺 在這批畫裡面 我一直都是相對比較冷靜 但是我都發覺我自己會 因為這場運動 半夜會發覺夢 在所有的直播的時候 我會熱淚盈康 我想這不單單是很個人的情緒 而是整個香港 我們一起走很艱難甚至很痛苦 一條路 我近來經常都想起一個畫面 就是吳宇森的英雄本色 Mark哥和豪哥被警察追完之後 被黑社會追 然後他們就拿著的士 走了上飛鵝山 看著香港的夜景 然後他們就說了一句 沒有想過香港的夜景這麼漂亮 這麼漂亮的東西 一下子失去了 真是可惜 無論導演是否有這個意向 也好 還是我們當時1986年的香港人 也好 都會有這樣的擔憂 就是他們覺得 一直都沒有察覺到 香港原來是這麼好的 如果一下子失去了 真是很可惜